1958年的一天,早起务农的农人领着陈鹿和朝阳夏田劳作,带倒忙完回家,路过一户农家时,只见院门大开,似是院主人出门,忘记关门。 几个农人聚在一起,嘀嘀咕咕地说着话,好几天没见着刘老头了,也不知道他去了哪。 前些天闹的那一出,估计磕着碰着了,一大把年纪也是不容易啊。 须是可怜他们口中的刘老头,几个农人商量着进院门去看看他,谁料刚进入屋中,就见刘老头直挺挺地躺在床上,一脸的灰败,早就没了声息,显然已死去多时了。 农人们慌忙将此事报给了当地的公安干警们,然而事后尸检结果却显示,刘老头竟是自杀身亡的,而事件的起因也直指前几日的那起绝坟闹剧,所有人都没想到刘老头会因此走上绝路。 那么所谓的绝坟闹剧究竟是怎样的? 这个刘老头与牧主人又有何关联? 视频开始之前,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,感谢您的支持。 1958年的文娱领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,尤其是电影和戏剧一一揭露了旧社会地主恶霸的真实形象,让人们深刻地认识到恶霸的丑恶嘴脸。 尤其是以刘文采为原型,讲述的收租院故事广为流传,人们对恶霸刘文采,欺男霸女,鱼肉香里的所作所为感到义愤填膺。 虽然刘文采早在建国前就已经暴毙而亡,没有受到人民的审判,但经历过刘文采迫害的工农阶层们纷纷要求,掘开刘文采的墓地,即便是死亡,也必须要受到惩罚。 于是,大伙们成群结队地来到刘文采被安葬的墓地,等他们来到墓地之后傻了眼,这哪是墓地,分明是个豪华的墓园。 修建精美的石柱立在两侧,上面还放着宽大的匾额,流逝墓园。 进去后,可谓是亭台楼阁,鸟语花香,据风水先生说,此地做北朝南,是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。 而这块所谓的风水宝地,竟然只安葬了刘文采一人。 如此皇帝做派,可见他生前有多豪横霸道。 但土地是留给人民的,凭什么被他刘文采非法独占? 工人和农民们扬着锄头就要掘地三尺,挖出刘文采的尸身。 但还未行动,就听到一声尖锐地喊叫,不许挖。 你们反了天了,不能挖呀。 来人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头,他一瘸一拐地跑到众人面前,张开双臂,要以血肉之躯挡住众人掘墓的行为。 他便是刘文采唯一的守墓人刘青山,你们挖墓是要遭报应的。 不能犯了忌讳,他一个作恶夺端的地主,本就应该获得惩罚,更何况这是新中国,有什么报应不报应。 工人们根本不理会此人的阻拦,围着刘文采的墓地推开了那个记载着他平生世纪的墓碑。 眼见尘土飞扬,老人无力阻拦,于是跪在地上嚎啕大哭,他是个好人啊,你们不能冤枉他。 你们再挖下去,我也不活了,我也去死。 没人理会刘青山的威胁,最终在众人的努力下,刘文采的棺材大白于天下。 让人没想到是,刘文采所用的棺材竟然是建昌花板,凭着这块棺材的钱,在当时能顶农民一年的生活费用。 等人们掀开棺材板后,都被里面陪葬的金银财宝闪瞎了眼,只见刘文采的尸骨上铺满了珍珠,宝石,连穿的寿衣, 都是一针一线手工绣出来的金丝丝绒,甚至头戴着的帽子上都镶着一颗如鹅蛋大小的珍珠。 这是搜刮了多少明知明膏堆积起来的财富,想到刘文采生前作恶多端,死后竟然还如此奢靡享受,更激起众人滔天的愤怒。 大家对刘文采恨不得错谷扬辉,但念及新中国的人道主义精神,最终人们只是把刘文采的尸骨丢到了一边,而他棺材里的财宝则尽数上交。 但是第二天,人们就发现刘文采的尸骨不翼而飞,有心之人四处寻找,发现他的尸骨竟然被埋在了后山的小土堆里。 不用想也知道,定然是他的守墓人刘青山之举,但刘青山组上三倍赤贫,新中国成立后,组织还分给他一块土地,按理说刘青山不应该与刘文采沆瀣一气,那么他为何要百般保护刘文采的坟墓呢? 正当人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落下帷幕后,却不想几日后却发现刘青山净毁陈诗家中,这可吓坏了村民,然而尸鲜的结果居然是自杀。 那么刘青山为何对刘文采如此效命?刘文采真如他所说而言,是个好人吗? 1887年,刘文采出生于四川成都大一线,刘氏家族在四川当地是名门望族,刘氏家族从清朝时期因入过官场,从而积累了不少的财富和势力,一直传于民国。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,刘氏族内的各个子弟通过贿赂、私下交易的方式进入了军队,政府,他们南征北战,将四川附近一带的权力衔接起来,成了一个网,阴云密布地笼罩着四川的上空。 在祖辈的福音下,刘文采从小便横行相礼,坏事作敬。成人后,他利用族内兄长们的权势,通过霸道的处事风格经商,迅速为自己积累了原始财富。 当时刘文采的弟弟刘文辉加入了川军,凭借着巧舌如簧和家中财力的支持,刘文辉很快就成为了川军的旅长。 在弟弟势力的加持下,刘文采先后被提拔成为了四川当地禁烟、船局、烟酒等公司的处长和局长。 这些职务在当时随便一个都是能捞进油水的肥差,此刻又有了弟弟做自己的靠山,刘文采可谓是全财项目。 为此他开始巧立名目,在十里八乡以各种税收的名头到处征税。 别人建个猪圈,都要收猪圈税,建个厕所,还要收厕所税。 当查到各家各户有锄头的时候,刘文采荒唐地设立了锄头税。 当时四川市粮食大省,到处都是农民,谁家没有干活的农具? 刘文采这个税收的名义已出,那白花花的银元全部流入他的府邸。 而这些钱根本满足不了刘文采贪婪的欲望,他甚至还让人们提前交税,将时间线延长至未来, 如果没钱的就去贷款交税,总之有他在的地方便有触及到方方面面的税。 如果有人敢反抗,那么刘文采的一帮狗腿子便一拥而上,将人虐打致死。 在刘文采眼里,这些人的一条性命甚至不如家里的猪羊牛鹅。 为了方便自己大肆敛财,刘文采还逼迫农民种植鸦片四川的土地肥沃适合种植粮食, 可刘文采却强行征收土地逼着农民退耕,原先被小麦和水稻覆盖的粮田在刘文采的统治下悉数换成了鸦片。 他种植鸦片后,又倒卖给侵略者和鸦片商,自己赚得盆满钵满,但因为他强行退耕种植鸦片,导致当地农民无粮可收,爆发了一场又一场饥荒。 而刘文采又强行征收税务,逼得农民们卖儿卖女,酿成了无数人间惨案。 我党眼见刘文采如此鱼肉香里,于是在大革命期间组织了农会,领导农民对刘文采的暴行进行反抗和批判。 人民对刘文采恨不得淡肉饮血,却被狡猾的刘文采逃出生天。 1927年,蒋介石又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,他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支持下,对我党农会进行了反扑。 并对反抗的农民进行残酷而血腥的镇压。 自1927年到1931年,他捕杀了无数共产党人,将他们虐杀致死。 尤其是1931年,他在四川制造了五人堆事件,当时刘文采抓捕了我党四川省委特派员梁哥、孔芳欣等五名重要的干部, 他将我党同志关押起来,每日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,逼迫我党同志交出组织的信息。 但这五名共产党员始终坚定信念,没有一个人屈从刘文采的淫威, 最终刘文采将这五名同志押送到大庭广众下,将他们一一枪杀。 鲜血无声地流淌着,混着人民的血泪,无声地控诉着刘文采这个恶魔的罪行。 眼见刘文采臭名昭著,当地人民听到他的名字都是文风而逃, 这引起了刘文采同族的亲戚刘香的不满。 刘香和刘文采都是出自刘氏家族,刘香自己拉起了一支军队,企图称霸四川。 可刘文采掌握着大量的财富和肥缺,让刘香眼红。 眼见军费不够,刘文采还在抢争税费,这引得刘香极为不满。 在他与刘文采几次协商不妥后,刘文采竟然派了刺客前去刺杀刘香。 这让刘香和刘文采彻底撕破了脸面,于是他带着军队去攻打刘文采。 刘香毕竟有自己的武器,刘文采的反抗在他眼里简直是以卵击石。 面对各种大炮枪支,刘文采只能将搜刮来的所有钱财拉了几大车,灰溜溜地回到了老家。 但回到老家后的刘文采还是不安分,又打起了土地的主意。 刘文采灰溜溜地回到老家后,想到自己的大业被刘彩霸占,心有不甘。 但好在,他将搜刮的财富尽数带回了老家,望着这如山的金银珠宝,刘文采决定另起炉灶,土皇帝他还是当得起的。 他先是用搜刮过来的白银收买了当地的政府官员,拿到了官器之后,又雇来一批凶神恶煞的打手。 随后他让这些打手拿着官器到处争地,但凡能用的土地,刘文采一个都不肯放过。 他贪得无厌的嘴脸,让当地的农民们奋起反抗,于是刘文采豢养的打手便发挥了作用,不是将反抗的农民打死,就是抓去刘府,被刘文采虐待。 在这种威慑下,刘文采强占了一万两千多亩的土地,不仅是土地,谁家的商铺赚钱,谁家的房子他喜欢,刘文采都会动用武力一并抢过来。 在这里,刘文采虽然无法重操旧业,但是他将强占的土地又反手租给了农民。 你们想要田地,那么便交押金,一亩田便要二两黄金,在当时农民一家几口吃不饱饭,为了他的几亩薄田只能倾家荡产。 若是来年收成不好,付不起租金骨子,那便拿他们的妻子女儿来抵债。 为此,刘文采欺男霸女的名号又在乡里被广为传播,但凡被刘文采看中的女性,无论是否成年,都一律拖到刘府,供刘文采虐待。 在刘文采的欺压下,农民们的生活苦不堪言。 好在解放战争爆发后,刘文采的好日子也即将到头。 起初刘文采还抱着侥幸的心理,开始一改往日的态度,又是捐钱建立学校,又是分发粮食,企图挽回自己的口碑,但他多年来在乡里称王称霸,让人们早已对他恨之入骨。 这让刘文采深知自己没有回头路的时候,他又暴露了自己的本性,大言不惭地要继续绞杀共产党,甚至出重金悬赏当地的地下组织,并且抱着宁肯错杀一万不肯放过一个的想法,对当地进行血腥残酷的屠杀,企图逼迫共产党投降。 刘文采越是如此,越暴露了他做贼心虚,再加上这些年,他吃喝嫖赌,身体早已掏空,眼见健康每况愈下,刘文采开始担心身后事。 他早早做好了准备,为自己修缮了一座豪华的坟墓,同时还用重金雇佣了三个守墓人。 这三个守墓人其中之一便是刘青山,刘青山自小贫穷,无依无靠,刘文采将他接到家中,好生款待了一段时间,并给予钱财粮食, 让刘青山对刘文采感动得无以复加,发誓要对刘文采干脑涂地。 刘文采笑呵呵地说道,我百年之后,你好好守着我的坟墓就好了。 这句话深深地烙印在刘青山的心里,没过几日刘文采突发费病,在送往医治的途中暴毙而亡。 随后,刘青山遵照刘文采生前的遗嘱,守在他的墓前寸步不离。 在刘青山眼中,自己穷困潦倒的时候,是刘文采事与援手,又因自小没有接受教育而分不清是非,导致刘青山以为刘文采是他的再造恩人。 因此,在1958年面对义愤填膺的人民时,刘青山因无力阻挠刘文采的坟墓被决,悲愤自杀。 然而,也正是他的自杀,为刘文采的后人提供了说法。 原来八九十年代改革的春风吹满了九州大地,西方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想也延伸到我国境内。 为了否定社会主义政权的合理性,社会公然流行起为过去批判的地主翻案的丰盛。 作恶多端的刘文采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当起了大旗,他们口口声声宣称刘文采是大善人,不仅友善邻礼,还捐钱修校,甚至搬出了守木人刘青山为他殉葬一事。 如此颠倒黑白的言辞让人民义愤填膺,经历过被刘文采剥削的农民们站出来大声驳斥着这股翻案的舆论。 历史记载里也分明记录了刘文采如何虐杀共产党人,如何压迫农民,在事实面前真相不容反驳。 最终,这股歪风邪气在人民的审视下终于被肃清,刘文采也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,反复被人民鞭挞。 历史不容篡改,站在人民对立面的敌人也应当接受我们的审判。 对于刘文采当年的暴行,屏幕前的你又有什么看法?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